一起再把视线转向日本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 福岛第一核电站报废工作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称 福岛和污染水排海设施将争取在今年春季前后竣工 就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正在东京的财经频道特约记者李倩文 倩文你好 请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好的 鲫鱼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京的新桥车站附近 现在我身后呢就是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运营方 东京电力公司的总部大楼 据日本媒体今天的最新报道 福岛第一核电站报废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核污染水排海设施的相关建设工作将争取在春季前后竣工 那这名负责人还称按照日本政府和东电的计划 核污染水将在春夏季开始排放 那目前相关设施的建设工作进展顺利 那今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在国会参议院上表示 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将在今年春季到夏季排海的计划 不会改变 岸田还称这是无法再拖延的课题 此前东电方面还曾表示将排水口固定在海底的作业 已于上月14日完成 那么对于总长度大约一公里的海底隧道 今后将继续挖掘剩下的200米并与排水口进行连接 那另一方面福岛第一核电站报废工作的最高负责人 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 将从2023年下半年度开始 对二号机组尝试取出核残渣 那目前呢正在使用与实物大小相同的模型 进行机械臂操作训练 核残渣的原进化去年开始取出 但由于二号机组的机械臂设备出现故障等原因而延期 东电虽然提出在2051年之前要完成福岛第一核电站报废的目标 但目前还难以预见具体的步骤 核事故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12年 然而包括核无燃水在内 各项后续处理工作 依然没有找到能够被广泛接受的方式 前景呢是仍不明朗 这也让许多民众对于日本政府和东电的处理能力感到非常失望 以上就是我们从日本东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好谢谢谢谢你的报道